她长时间和她爸爸有乱伦的关系 而且是在未成年时就开始了 但想结婚的事情都已经开口了 我这婚能结吗? 彼此双方都合一的情况之下可以进行 但是 哈喽大家好 我是许安芳 想要购买极致黑G马卡 或者是极脆红G马卡 还有其他我们可乐里面有相关产品的人 趁现在情人节的活动可以冲一波 从即日起到8月16号的中午12点 只要你下单就会送你一包 POWERMAN的洗洁乳 购买满777的人想免运 满额还会再折扣 还可以拿到各项的好理由 8月16号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所以这个期间你有下单 一定会有好运 幸福啊发财啊迁徙啊一定都会好运 有的话请私讯告诉我 更多的优惠资讯你们可以点击资讯栏 或者是到可乐研究社的官方网站询问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水兰芳欢迎收看可乐研究社你的两性知识专卖店 今天的道解释的内容是什么呢 博士你好我的女友是在和爸爸相依为命的单亲家庭下长大 但我几乎没有机会跟他爸爸见到面 在跟女友交往的过程中 女友坚持不外宿每天晚上10点一定要到家 因为交往蛮长一段时间跟女友已经开始进行到论级婚嫁 想说应该也要跟双方家长正式见个面了 那天晚上我们约好在他家吃饭彼此都有小酌 所以就留宿而且早早入睡 我睡在客房里半夜上厕所时 隐约听到女友爸爸的房间 发出了微小的叫床声 原本还恍惚的我突然就惊醒 当下简直不敢相信听到了什么 第二天我强忍的情绪离开 之后找到机会并与女朋友询问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知道他长时间和他爸爸有乱伦的关系 而且是在未成年时就开始了 我激烈的问他是不是被强迫 只听到他冷静的回答 或许一开始是 但之后就习惯了 没有强迫不强迫 在他成长记忆里 这个行为就一直存在 事到如今也改变不了什么 也不需要改变 我听到眼前发黑 脑袋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请问博士 虽然这在我的认知里是不正确的 但这听起来一切都是双方合一的行为 这正常吗 但想结婚的事情都已经开口了 我这婚能结吗 嗯 这个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虽然性爱是要在彼此双方都合一的情况之下可以进行 但是我们前面还是有一个法律在 那法律呢 它保护的就是未成年的子女不能有性行为 不管你是谁 更何况是父母亲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伦理的 所以没有什么双方合一就可以 因为未成年的子女他们在心智发展上还没有生理上的成熟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用小朋友答应 所以我进行这件行为来合理化自己错误的这个行为 所以呢我是觉得第一个你应该可以先报警吧 就是爸爸跟未成年子女这件事情就已经不是一件合法的事了 再来呢就是你的女朋友目前看起来是需要有身心科医师或者是心理治疗师 自己认为啦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你有没有放大或者是夸试了这个故事 因为理论上如果你的女朋友长期跟爸爸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话 我相信在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多少会有一点点发现 你的女朋友可能在观念上面会有一点点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因为他刚刚的回答是说 哦 反正之后就习惯了 我认为在你们的交往过程当中 他是会透露出这一方面跟一般人不一样的 因为对他来说在他的世界里面 他不觉得或是他不知道这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 那既然你是直到听到声音之后才发现 我认为这有一点不太符合逻辑跟常理 但是你的故事上面看起来的确是有这样发生 所以我是认为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是有可能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没有发现 那这样其实就还是在于你 在你报了警找了医师 但是你还是要经过你女朋友的同意 这样的治疗之下 你还愿不愿意继续跟女朋友婚姻关系 这个是取决于你 你要的话呢 那么就重新调整你们之间 看有没有办法再继续相处 如果你不要的话呢 我是认为可以不管是在报警啊 或者是在找帮助你女朋友的措施介入的时候 然后也尽可能不要伤害到女朋友为主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还是希望你们之后可以幸福了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过去的经验 因为挫折让我们成长 因为痛苦也让我们有了养分 但是你必须得先知道这样子的养分 这样子的挫折是合不合理是对不对的 我觉得这还是需要在一个框架当中 虽然我们要排除放掉传统的框架 但是人还是有道德伦理的一个隐形的框架 那当然真正的自由也是必须在这种框架下 我们可以去自然自在的过自己的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那希望你们幸福啰 对影片有兴趣的人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留言 看小鸣 拜拜